大家好 我是劍本戰線的法律顧問 其實劍本戰線的成立 當初都是由一群高登仔一起組成的 當時我們主要是打反權條例的修訂案 2011年的時候 我們當時就叫了它做一個網絡23條 2011年的時候其實是沒有任何的豁免的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是非常之沒有保障的 其實我們當時已經覺得版權條例是嚴重傾斜了 在這個版權人那一邊 他們當初其實一些我們的創作 我們的行為其實在我們的生活 網上的行為是非常之流行的 這些豁免基本上應該一早就已經有 只不過是2011年的時候我們出聲了 政府才在2013年那裡就說 好 那我們再給你多些豁免 就給你第三方案的豁免 那時候就有四個五個的豁免 當時我們見到它給了一個豁免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感覺是 以後我們就只可以在這五個豁免下的創作方式那裡創作 但我們其實看到網民在網上的創作行為 是不單止這五項 還有你給我們五項的話 以後我們的創作就要看著這五個豁免去做 那其實對我們來說我們會覺得其實是變相限制了我們的創作自由 那還有我們自己都會想的 就是我們創作的時候是不是真的會在想 啊 好啦 我現在想諷刺你先 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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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 其實很多時候網民創作就不是這樣想了一個方式的 就是他們是創作了就是創作了 然後那個的創作就是原來是這個模式這樣而已 那只不過可能是有些那麼巧合的就是這個模式 那所以其實用這樣的方式呢 其實我們有懷疑政府其實這樣 是不是真心上推動的一個創意工業 那所以看到這樣 那我們就想想想想有沒有其他的出路 那故之前我們看出路的時候 我們就想看回其他世界國地的版權法 究竟他們怎樣給豁免 那我們故之前看到有些國家是用一個開放式豁免 就不是用一個fair dealing的豁免 就不是逐項單項式這樣給豁免 那我們參考的國家當時就是有加拿大 那也都有美國的fair use 那我們看到其實政府在2005年左右 其實都有研究過一個關於fair use可不可以用 那當時其實政府就說不想採納這個fair use 那但是當政府說不想採納的時候 我們又發現到在之後那幾年 就是近十年其實很多亞洲的國家就開始採用了fair use 但我又想問一下近十年有沒有國家轉回去用fair dealing呢 那其實又不是真的那麼多 可能我也留意不到 那我們看到反而是多了很多國家 例如南韓、菲律賓、新加坡、以色列 開始轉了用一個開放式的豁免 那我們也因為這樣就參考了其他國家 我們當時就提出了一個第四方案 就是一個UGC 就是加拿大的個人用戶衍生豁免 我們當時的focus是想說一個網民 給一個網民的豁免 那當中那個參考的UGC 其實我們都是有少少修訂的 對於加拿大那個 那政府就說你們那個修訂了 可能更闊過加拿大那個 那作為其中一個網民的壓力團體 我們固然要求的東西是會是較為高的 那我們都不會覺得 我們政府是應該給一些 我們覺得不合格的修訂我們 而我們都覺得香港市民 應該是有一個更加好 或者是一個更加高分數的版權修訂案 那我們提出了這個UGC的時候 當然其實版權人也聽到這樣的消息 那麼他們是極力反對的 那麼當時他們有提到就說 針對我們那個豁免 其實可能包了這個中介平台 那麼我們想解釋 就是中介平台為什麼我們要包呢 其實就是網民發布任何東西 難道我自己創作了 我放在我的電腦裡面嗎 那麼我當然有個地方我才放到的 那麼所以我們想那個豁免 就是包了一個中介平台 那麼我們也都見到 就是版權人是很反對這件事 因為其實他們覺得中介平台 是他們收錢的地方 所以他們可能會對UGC是有很大的反感 那麼之後我們就繼續研究這個修訂案 那麼我們都跟其他國家的法例去比較的時候 那麼剛剛這一年的時候 英國就過了他們的版權修訂案 那麼他們也都加入了很多的公平處理的條件 就是公平處理的豁免 那麼裡面有戲房這樣的豁免 那麼我們就跟他 那麼政府就說 你們就經常都不要覺得好像 就是收拾這些東西 收拾各個國家的東西 那麼就加起來就是 就是這麼多家大戰就是好 那麼好了 那麼我們就看看英國先 那麼我們看到英國的時候 就發現有一個叫做Contract of Right的 clause 它是失敗了 那麼我們第一時間跟政府說 咦 你為什麼不加上這個Contract of Right的 那麼你說給民事豁免我們 那麼原來你的民事豁免是德國版權的豁免 而原來他還有保留了一個合約的豁免 就是合約還可以告到你的 如果你的合約是違反了 那麼我們又看回澳洲法國會的報告 發覺其實尤其是這些電腦上的用 那些的Software license 其實很多都是有這個Contract of Right的 就是他們會有些合約的條款去限制了你的使用 那麼我們就跟政府說 你不如都加回去吧 那麼當然我們就發覺他最後 現在出來的顧面其實是不包這件事 那麼我們想說就是 為什麼你一時就說我們不要cherrypicking 一時就說我們跟英國的時候就說不要跟英國 英國那些可能他們的討論又很熱烈 其實他們通過的時候都未必得這樣 那麼究竟其實你想 當我們要研究這個世界的版權法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是想我們獨孤島地看香港呢 原來我們香港是沒有一個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呢 當網民要提出這些這樣的研究 想告訴大家 讓大家香港人看到其實世界各地有其他發展的時候 政府就反而跟我們說你們不要了 你們就看回自己自己本土的生活是怎樣 那麼但是我們又想說呢 就是說他就說好啦 那麼我們看回自己香港文化是怎樣的 我們發覺其實他對於香港的文化是非常脫節的 就是其實近來他們出了一個懶人包這樣 看到他們的懶人包那裡解釋那些的 就是現在他們給出來的公平處理的豁免 其實他們給出來的例子其實是跟大家的行為有些 我自己會覺得他們有幾離地下的 那麼首先他就說他就第一個問題就說 Facebook那麼share會不會其實是犯法呢 其實他那條問題已經很有趣 就是為什麼是Facebook呢 其實大家在用網上的東西不僅僅是Facebook 用Twitter用Instagram 他們那個分享的方法都是不同 有人喜歡是up load download去分享 有人是喜歡就是按share很爛的去分享 你講一個字share的話 其實就是包括不了大家在這個生活上 做著一個分享的動作是怎樣 還有網絡的世界在這個 尤其是近年來發展得那麼豐富的時候 網絡講的東西很多時候的分享是很重要的element 就是我們講的分享其實不是單止是按一個按鈕那麼簡單 但是政府就未必去遇到這個問題 在他們的一些Q&A那裏 那麼他們又講到其實你們網上打機都是一個評論來的 那麼其實都未必是的 就是我們看一下達哥打機 或者我們近來有一個美國人在那裡打遊戲機這樣 然後他們不斷其實在那裡罵人而已 或者他們在那裡宣示情緒 或者是跟一些的audience在那裡聊天 就是在那裡打字他們在那裡搭這樣 其實是一個communication 的方法來的 那麼其實所以見到政府他們答過的問題說 這個就是你的評論 那麼你就可以豁免 其實是不是他沒有了解到究竟現在網民的生活 他們不是真的好像你這樣想的 我真的在那裡評論教你打經濟遊戲 他們的行動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那麼我們又再舉到一個例子 就是他在裡面那個爛人包那裡就說 Cover唱歌是評論這樣 我又覺得很奇怪 我不明白 我不是很明白怎樣可以 我明明是認真翻唱的一首歌 是我評論的一首歌 那麼其實這些我想舉的例子是想說 就是政府其實他們都不是很明白 究竟現在網民在那個網上世界做著什麼 所以他們那些豁免其實呢 他們說好像講到什麼都包的時候 我們是有懷疑的 究竟呢其實這些豁免是不是真的包到我們 那麼有時候我們又再看一看他的豁免 那麼他說postage這樣 那麼究竟他那個是一個是很限制的解釋 還是他是解釋是臨無這樣的解釋 還是好像政府那樣是模仿這樣的解釋 模仿在中文真的好像說到說 我扮盧海鵬就已經是模仿這樣 那麼但是如果你是用postage或是解釋是臨無的話 其實就不是這樣解釋的了 那麼究竟這個的申比出來的豁免 究竟是不是包到這麼多他們現在聲稱包到的東西 法庭是不是這樣看 律政司是不是這樣看呢 我們都是不知道 那麼所以我們對於現在他的修正方案呢 其實我們想說是我們是不清晰 我們都是覺得是滿足不到網民 那麼再加上我們可能就是 就是不適實使用電腦我們不講 因為其實現在就不是一個的版 即是不關版權法事 但是其實section1如果是加上 好像加上版權法用的話 其實是後果非常之嚴重的 但我們不滿的地方 是政府其實三個的局方 就出來講那個version 都是不同的他們的說法 那麼所以我們都不知道究竟現在 不適實使用電腦罪 和那個版權法 是不是會混合一起來用 如果他真的混合一起來用的話 那麼我們會覺得 這個對於網絡世界的自由是非常之有影響 那麼到最後我們想說就是 我們提出來的這些proposal 以及提出來的東西 其實是一些是有建設性的proposal 因為其實我們真的研究過 我們並不是一些反對就是老殘的人 就是我們是看了很多的papers 我們才可以得出這些amendments出來 建議給政府去做的 所以我們都希望泛民會支持我們 其實我們都希望爭取到建制派 一些開明的建制派會支持我們的修訂案 就是這樣 麻煩你了 支持我們 我們的愛